大家好,就是滴滴滴,滴滴滴,蒙滴滴 估计有不少交流班们已经开学了 也试试好好谈个恋爱了 今天滴滴就继续说说本厅形式恋爱物语 佐藤和高木的爱情故事 上次我们讲到了高木以为佐藤喜欢默默紧波 为此还失落了好一阵子 这次两日联手办案的时候 高木特地去证实了一下 一旦散场又参加校园剧 光源总导演特地设计了一出大戏 从海岸组织逃跑的女间谍 对假面超人告白 为了帮柯南寻找表演灵感 特地找了一栋废机大楼 柯南觉得这个话题不太好 想换一个就建议 我们可以拍一个警察的故事呀 柯南这种嘴是开过光 说完还真充电了一个逃犯有点慌 原来佐藤高木抓人的时候 弄丢逃犯要遭殃 追到这栋废机大楼 还不敢回局里叫人帮 这个逃犯看着警察收了有枪 灵机一栋抓了不美逃跑一路 晃晃晃晃晃 甩开佐藤后 犯人直接把不美放了 还跟他道歉 等佐藤追到天台上 看着犯人逃到对面 感觉自己可能是被小看 又帅又厉害的 来了个极限挑战 看得柯南一行人是瞳孔一颤 姗姗来迟的高木 也真的是毫无表现 终于佐藤在厕所抓到了逃犯 逃犯却坚持自己没有犯案 于是佐藤选择相信逃犯 由于自己的手铐 都要是丢了 还把自己和犯人 不小心靠在了厕所里面 只能让高木 带着柯南小爱和蒂丹三傻 去破案 高木虽然不相信自己的实力 但是颇于佐藤学姐的淫威 高木终于学会自己破案 捉到了真凶 在宋佐抓错的大师的时候 高木终于鼓起勇气 问佐藤是不是喜欢蒙蒙警官 啊啦呀だ どうしてわかったの 実はそうなのよ そ、そうですか だって お父さんみたいでしょ え お父さん なによ パザコントでもいたそうね あ、いい じゃあ僕もお父さんに じゃなかった ケープに怒られてきます 知道佐藤喜欢的人 不是蒙蒙警部高木 似乎松了口气 但是大兄弟 你高兴的太早 忘了情敌有多少 知道佐藤失联 全局壮汉飙车寻找 知道佐藤还在 马上要炸了的美术馆 全局壮汉飙车营救 看到佐藤因为内疾 憋哭了 还以为是你欺负人呢 马上就快成为大众情敌了 还挺美 本庭行为恋爱物与三中 因为不美看到了 最近的纵火狂魔 于是佐藤警官去 调查纵火狂魔之前 先去祭拜了一下 理故的父亲 18年前 佐藤的父亲 在追查强调杀人犯 时死在了这个路口 当年这个案子 被称为仇死狼 因为佐藤的爸爸 一直重复着仇死狼 他随身的记事本上 写着刊偶 但是并没有查到 仇死狼这个人 和有关任何刊偶的信息 调查无果 三年前案子 已经过了追溯期 佐藤警官表示 谁能抓到仇死狼 他就答应那个人一件事 于是 高木和白鸟 有点约约约约 正想着佐藤爸爸的朋友来了 一个猴 一个鹿 一个猪 一个鸟 是佐藤爸爸上学时 社团的伙伴 他们也都是来 祭奠佐藤爸爸的 因为有人看到 动火狂魔 木木派白鸟高木 去调查 佐藤在家看孩子 高木连走时 发现自己忘了戴手铐 还补了一句 今天占卜 红韵当头 不戴手铐 照样很牛 佐藤顿时想起了 当年他爸走时的情景 也说自己运势超好 结果没回来 他不想高木也这样 就把自己老爸的遗物 借给了高木 哪怕当个护身符 可把围鸟骑坏了 查完案子 高木看着车站站牌 突然想明白 当年害死自己岳父的人 是谁了 本想和佐藤说 但是白鸟 作为佐藤美和子 房间最高负责人 时刻监视高木 生怕他有任何机会 甩了自己一步 终于办完案子 高木抽空准备 把当年的真相 告诉佐藤的时候 高木被小黑敲晕抬走 佐藤一边追查 高木下落 顺便调查 纵火狂魔的下一个地点 在名侦探 胡云爱的帮助下 推测出了下一个 纵火地点 大致位置 办完案子的白鸟 来和佐藤会合 发现高木还没回来 在白鸟的提示下 柯南推理出了 带走高木 和当年害死 佐藤爸爸的凶手 是谁了 但是作为场外观众的 地单三傻 看到了纵火狂魔路过 就组团去追 还告诉柯南 纵火狂魔已经开始放火了 白鸟带着柯南 胡云爱去和地单三傻会合 佐藤直接在柯南的帮助下 去找害死他爸的凶手了 凶手是鹿 佐藤爸爸上学时 称他为卡诺 虽然开始凶手死不认上 但是在腹黑的佐藤上架后 被摆了一刀 还是被抓 而高木这边 背路抬走 靠在了废弃仓库 正好纵火黄魔下一个地点 就是这间仓库 背路告之后 佐藤是飙车一路 差点冲进火里 去找高木 就当大家都以为 高木葬身祸海 佐藤也画出 绝望咆哮时高木出现了 手还被靠在 铁窗栏杆上 却体力不知倒下了 地单三傻 这次倒是遮遮不傻 配合柯南和小艾 当了回神助攻 高木在火场时 打算用手枪破坏手铐 但是想到 这是佐藤爸爸的遗物 高木冒着自己 被烧死的威胁 还是把窗偷走了 也被小艾狠狠吐槽了一下 这种人活该死得早 因为高木找出了 仇四郎佐藤 答应高木一个请求 和他约会 到了游乐园 看着佐藤的表现 高木还真以为 这是上上前 这集中台配的翻译 高木社的名字 被翻译成了高木度 后来统一纠正 高木终于有了 固定的姓名高木社 这集中的佐藤对高木 和高木对佐藤的感情 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但是两个人的约会之路 还真的是勾勾卡卡 这次是执行任务 顺便约会 M10的时候 就是真的在约会 顺便执行任务 身为大众情敌 还真的需要 新疼高木三秒 三 好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转发评论收藏 我来转眼的看我们下期 不见面赞再 更谢那弟弟萌萌的